今天节目平安,我是刘头牧师 这个礼拜一,北加州六个县的公共卫生部门 宣布我们的居家隔离法令要延长到5月30号 他们将会在本周进一步宣布这次延长法令的细节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准备好继续居家隔离的日子 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半月 都已经慢慢习惯这种居家隔离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以为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使用 但慢慢发现居家隔离也很忙碌 在家上班一点没有比以前更轻松 照顾小孩一天20小时不得安宁 做家事三餐碗盘洗不完 再加上买东西还要排队,一下子一天就过去了 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叹呢? 如果你有这种感叹,让我鼓励你来参加 我们特别为这次疫情所安排的下午茶经会 这个茶是喝茶的茶 换句说我们要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查考圣经 一方面有神的话语的教导 另一方面有很多你平常听不到的牧师生活经验 保证你不会觉得枯燥 也许你说我下午三点都有别的事忙了 没关系,我们每天都有录影 你可以等到晚上或是清晨再来重温信息 也许你说不是这个礼拜就查完彼得前后书了吗? 啊,我们就是特别为了你从下周一再开始崭新的一轮下午茶经会 从5月4号一直到5月29号 还是一样,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 每天四位牧者轮流与你分享 这一次我们要查稿的是贴三楼的家前后书 我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 只要你能download我们的ROLCC Social的app 点击下午茶经会 你就可以参加 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眼目常常注视着疫情的发展 但神的眼目却注视在我们生命的塑造 因为神常常就是透过环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所以趁着还有一个月的居家隔离 让我们立定心志来亲近神 学习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记得在中古世纪有位很出名的圣徒叫圣劳伦斯 他在一个修道院的厨房里工作 从人的角度来看 那是个很繁琐又不大属灵的工作 但他却在其中经历了神的同在 就写下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 叫与主同在 我相信当你来亲近神 学习将你眼目从环境中转向神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一定会不再一样 愿上帝祝福你